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都知道 男当一哥李子佳被竞赛两年 另外一个更加出名的 严格来讲 成绩好过李子佳很多的 大马的未来的希望 未来的人才 甚至他未来世界一劫 我们的郭金卫 吴锦卫 也无庸无故被竞赛两年 这件事情已经闹大了 现在已经是国际风波 整个地球都知道这件事情了 目前为止 已经有超过30个羽毛球选手 来自世界各国的 都已经发布声明了 可见这是马来西亚 可是丢脸丢到全世界去 大马鱼种肯定里面出很大的问题 你看这个国手 用后就丢了 里面还有什么惊天答案 隐藏秘密 哎呀 我们还不知道 等下我会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的大马呢 有谁支持 郭金卫呢 有谁支持李子佳呢 大家应该又可以猜到咯 又是他咯 Boss Crew 等下Boss Crew讲的东西呢 我们会解释一下 这个女的吴锦辉呢 他发了一个最新的视频呢 他表示呢 哎呦 没有饭吃了啊 他说竞赛两年啊 没有饭吃了啊 影响生计啊 哎呦 听到都伤心啊 哎呦 人家是东运会东南亚冠军 东南亚金牌的 人家是世界世界青年赛的冠军 女当冠军 这样的人物呢 在大马呢 终于混到 没有饭吃了 哇 太过分了 太过分了 好 我们来看一下新闻简报啊 李子佳我们讲过了几期了 那么今天我们当然要讲这个 我们的郭金卫 这个吴锦卫 吴小妹哦 因为吴娘娘是那个大的嘛 吴柳莹嘛 这个小的就称自己吴小妹的啊 大家去他的频道 你可以看见他就称自己吴小妹 这个吴小妹呢 可真的是不简单啊 如果他不是受伤痛手术啊 跟你讲啊 而未来世界一解肯定是他 肯定是大马出见的人才 甚至大马的地面奥运金牌呢 估计呢 很可能是来自我们的这位吴锦卫的 但是如今啊 在大马混到没有饭吃啊 给大马一种搞到这个样子啊 看这个国家呢 如何浪费人才 你看 大家去他的频道 你可以看到他最新最新的 他是讲的 你看 他其实他跟余总呢 他自己认为 他跟余总都设得很好的 讲很好的 突然间 竞赛了李子佳呢 哇 也把他竞赛两年 按他两年呢 不能够打羽毛球 哇 这里有点 非常非常的过分啊 那么李子佳刚刚发布了那个 那个声明 大家先沉淀再讲下一步 那么 那么 那么最有益气的朋友呢 就是丹麦啊 虽然 大家大马的球迷呢 我们看百民登了 哎呀 每次看到丹麦 每次看丹麦跟丹麦爬的 我们从来没有支持过他们 但是呢 哎呀 你看丹麦球员有难的时候 谁先来讲 丹麦的球员 啊 那个Betting Hoos 啊 有写到啊 他的文章里 哦 没有想到打本命登的文章 可以写这么好啊 写到头头是道 写到我跟讲 这个 国际语言可能都要被改革啊 然后那个 那个 安东森 安东森就录了视频嘛 他也是讲到头头是道嘛 啊 还有 连那个Camella呢 因为Camella 看到哇 这个吴锦辉 这样的一个女孩子 这样的一个 好的球员 哪来会被这个国家的女孩子 这样子迫害啊 哎 我们就是迫害了 你看呢 除了Camella 丹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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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乎所有的球员都讲了 你看 安塞隆 安塞隆 已经教李子佳 过来 那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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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东森 也讲了 还有这些 全部都讲了 然后 印度的球员呢 也全部都讲了 支持李子佳 支持吴锦辉 捷克 澳大利亚 台湾 巴西 英国 缅甸 俄罗斯 新加坡 伊朗 荷兰 法国 瑞士 瑞典 乌克兰 北济 这些 羽毛球的 运动员呢 通通通通通 都表示 支持李子佳 跟吴锦辉 所以 这个事情呢 已经闹到这么大了 所以我们这个马来西亚的脸 已经丢到全世界去了 这是够力了 那 一件小小的事情呢 就烂大马 搞到这样子 颜面 无关 那么 这个吴锦辉 那么 你是不是要把这个大马的 这么优秀的羽毛球天才呢 把他逼成了做自媒体啊 我们看一下 吴锦辉的频道啊 大家要支持 那么 这个就是我们的吴锦辉的频道啊 那么 那么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大家一定要订阅他 订阅他 订阅他 哎 人家 谈谈的大马人才大马的 国手啊 哎 所以如今是靠自媒体 靠自媒体来生活啊 你看到多可怜 哎 当然他这个频道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啊 因为 大家呢 你很难看见这些 我们的羽毛球国手呢 他们背后的生活 他们正式的生活 这个就是他刚刚发的这个声明 然后你看到 哎 哎 洛杰佑在这里哦 他装反洛杰佑了 OK 洛杰佑在独拜嘛 你看还有 几位几位 我们的这些 这样的频道很难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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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 一定 一定要记得 一定要订阅他 一定要支持他 甚至呢 你们看见了 记得过去他的节目呢 留言 鼓励他一下 你看 一个国家呢 把一个 最有希望的奥运金牌的一个选手呢 现在搞到 逼到人家 他现在跑去做自媒体呢 也是被逼上路的 也许有一天呢 他的自媒体做得更好 那他的YouTuber做得更好呢 难讲哦 但是呢 你国家浪费了一个 能够拿到一金牌的人 可惜吗 可惜吗 哇 是不是 好 我们看看我们的Najig讲什么 那 李子佳方面呢 因为这个 这个 这个安赛隆他们 他们男孩子 男孩子一般 怎么跑去独白链呢 这个是可以嘛 所以 那个吴锦为的命运呢 真的真的值得更加当心 那球迷也叫李子佳去啦 快点去啦 不要再留在大马 被割韭菜啦 然后这个Najig 我跟你讲呢 他在抗风向咯 看看 到底是余总队 还是人民呢 是向着李子佳 跟吴锦为 那么 冲向果然呢 人民呢 支持 李子佳 跟吴锦为 所以Najig 赶快发表声明 赶快一些 啊 哎 他说这个余总呢 你根本就不是一个营利组织啊 你不是拿来赚钱啊 你是拿来去service 这个球员啊 你不要讲什么 栽培这个球员 很简单的 这个这个 这个李子佳要走呢 哎呀 开一个假就可以了 实际上开架也是不对的 你应该开成绩吗 那可以继续跟你报名 啊 但是你一定要代表美来西亚 你不可以去代表新加坡 去代表阿联酋 不可以去代表丹麦啊 不然等一下就代表 你看丹麦的人 这么放映他过来啊 他有一天 李子佳变成丹麦 该吗 啊 够利了 啊 大马一种应该这样子嘛 继续跟你报名 但是我们给你一个国 但你一年要拿四个冠军嘛 解决一分钱也不能收吗 因为你余总是不可以收人家钱的嘛 啊 所以就讲到问题的关键了咯 实际上呢 好像李子佳带来给余总的这些赞助金贝呢 啊 这些每一次这些球员 我们的国手拿到的这些赞助金贝呢 哎呀 这个东西呢 我们应该叫反弹务局 哎呀 反弹务局自己都出问了 查不到了 查不到了 是不是啊 里面呢 肯定 我跟你讲呢 现在现在反而是大马一种的账目呢 要对外公开了 哎 这么多赞助金贝 你们吃了干了面啊 啊 啊 割了韭菜啊 啊 韭菜割了不要紧啊 人还不要哦 丢掉哦 啊 把人家现在人家没有犯次了 跟你讲呢 韭汤国手没有犯次了 啊 现在他自己发了那个声明 人家在全世界 在YouTube就知道了 全世界就看见了 啊 哇 什么 大马的这个 这个 这个国手没有犯次 够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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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个火箭还是少讲两句啦 不然的话呢 这个东西会上升成那个政治 政治的那个层次了 就很麻烦了 啊 那个台湾的那个女郎一姐呢 小袋呢 当时去飞去 在台湾去日本进进的嘛 参加东京奥运会呢 不知道怎么安排啊 安排到没有给她做头等餐啊 哇 她只是在Facebook投一下 那那个台湾蔡总统怎么样 蔡总统亲自道歉啊 亲自道歉啊 对不起啊 这个我们的这个女郎 我手对不起啊 没有安排到头等餐给你做啊 道歉啊 道歉啊 总统亲自道歉啊 蔡总统亲自道歉啊 蔡总统亲自道歉啊 大马嘞 然后人家很多商家愿意赞助嘛 你凭什么阻止人家呢 你看这个欧美国家的运动人 所以人家讲西方好就是好 西方进步就是进步 没有办法啊 一出事情 你看大马整班的人 够有益心够好嘛 怎么办出来讲嘛 因为人家已经 他们的运动员已经这样子出来很多年了 他们的体质都很进步嘛 大马还停留在那个三个世纪 你六十年代那种啊 怎么为国家服务啊 吃不饱肚子 为国家打球 那种 你打到澄清通通的国家 你留一个名誉罢了 最多给你一个单独 这样子啊 大马还停留在这种阶段 你看大马的球员都是自由的人 所以呢 他马上马上马上支持我们这两个 好 那么希望这期视频呢 更多的人看见啦 那个李子佳呢 看来是很多赞助商的 我们不太担心他的未来的 但是这个我们的武警卫呢 哎呀真的需要你们大家支持啊 支持 一定要支持啊 好 暂时报告到这里 我们下回再见